红色的起点 作者 叶永烈 第五部分 响应 1.毛奇和新民学会 其实 早在张国焘 张申辅这二章来敲上海于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之前 一位受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过陈独秀了 这位27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 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 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 返回湖南的途中 曾于1919年初来过上海 这一回 是他第二次来上海 即使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后 再回长沙 在1920年5月5日路过上海 与陈独秀的谈话 给毛泽东已深深的启迪 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 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 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 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毛泽东 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 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 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 他尚处于困惑之中 如他自己所言 是睡在鼓里 现在我于种种主义 种种学说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至周氏昭信 1920年3月14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 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 究竟要改造到那 哪 一步田地 及终极目的 用什么方法达到 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 这些问题 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 至陶一信 1920年2月 外边各处的人 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 一样的睡在鼓里 很是可叹 早年的毛泽东 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 约毛奇 毛奇 哈尔姆斯卡尔奥本哈尔邦摩特克 1800年10月26日至1891年4月24日 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 当年 毛奇和首相比斯迈 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 这位毛奇元帅 因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意中 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 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 不光因为毛泽东有毛奇那样勃勃雄心 才智过人 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 严肃庄重 毛泽东的早年密友 诗人肖三的哥哥肖鱼 又名肖旭东 肖子生 曾回忆说 他在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 而毛泽东写两个字则起码占三个格子 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字 那充满豪情 指点江山 奋土当年万户侯的激阳诗句 都表明他是一位壮志凌云 志向非凡的热血青年 不过 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 毛奇精通七国语言 而又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 安熟中国古文 却不懂外语 这样 他无法像李汉俊 李达 张国焘 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只能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一本 然而 他一旦读到了 很快就理解了 很快就将其转化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里的他 在第二次去北京时 读到了三本使他毛色顿开的书 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 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 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三本书特别深的铭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是 共产党宣言 陈旺道义 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阶级斗争 考词基著 社会主义史 科卡普著 这三本书 引起毛泽东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只是他的回忆中稍稍有一点误差 那本共产党宣言中一本 他不是在北京读到的 是他来上海之后或回到长沙之后读到的 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读到的 因为他在上海度过了近两个月 1920年5月5日抵达 7月7日离开 陈旺道义的共产党宣言 一般都以为是1920年8月出版 因为出版本上映的是这一出版年月 但是鲁迅却在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 议者陈旺道寄赠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在上海拜访过陈独秀 结识了陈旺道 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产党宣言中一本的 可能性极大 那三本书 以及跟陈独秀的谈话 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 他从谷里睡醒了 他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们 尽管他只能读到极有限的中一本 如毛泽东所言 到了1920年夏天 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跟陈独秀会面 除了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还讨讨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埃德加斯诺 悉行漫迹 130业 三联书店 1979年版 毛泽东是一位组织家 早在他22岁时游印 张贴28话生的征有启示时 就想团结 组织一般志同道合者 1918年4月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路山留家台子蔡和森家中 邀集一群好友开会 创建了新民学会 那天出席集会的有蔡和森和书恒 李维汉 萧鱼 萧三 及萧子张 张坤帝 罗张龙 陈启民等12人 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所陈述的是12人 而在毛泽东年谱里记载的是13人 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 砥砺品行 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萧鱼被推举为总干事 毛泽东 陈启民为干事 萧鱼如此回忆道 我清晰记得我完成你定学会规章的那个春日 你定出的规章有七条 都非常简明 毛泽东读完后 未做任何评论 然后我们又把我们决定是第一批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 我们一致以为他们都是合格的 他们共有9人 再加上我们两人 学会共有12名首批成员 凭着我们年轻人的那股热情 我们自称是12个圣人 肩负时代的使命 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 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 有着相互的尊重与友爱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室里 实际上是在蔡和森的家里 我们12个人聚在一起 十分庄严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给每个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疑问和评论 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提出 于是每个人又交了一点会费 我被当选为第一任秘书 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一职 会议就结束了 新民学会就这样宣告诞生了 尽管没有什么演说 但我们12人之间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身运动的雄心和热情有了新的动力 我们都意识到 从现在起 我们的肩上担负了新的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目的和会员应该做的事情 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形式 而不应空谈高论 学会中只有一个喜欢为讲话而讲话者 那便是陈昌 此人已发表冗长演说文明 我们这位同学来自刘洋 与我偶然相识 于是成为好友 可即使是他 也没有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 陈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 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 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 尽管不是什么秘密聚会 我们仍尽量少为人注意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这个新民学会 1920年发展到拥有七八十名会员 尽管新民学会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 但后来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骨干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 他跟陈独秀谈及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为付诸实现 道士在1920年8月2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 文化书社源起中 一语道明书社的宗旨 没有新文化 由于没有新思想 没有新思想 由于没有新研究 没有新研究 由于没有新材料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 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 最简便的方法 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 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文化书社经理为易里荣 特别教员为毛泽东 此外 聘请了李大钊 陈独秀 韵戴英等为信用介绍 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每期两千册 劳动界每期五千册 还销售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史 唯物史观解说等 马克思主义著作 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 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 做如下报道 胡 乡 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16日开会 推举正式干事 江永红总干事 毛泽东书记干事 彭皇会计干事 并推彭君助会接洽一切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尝信 就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那天 1920年9月16日 在法国蒙达尼男子中学 一位黄皮肤 黑眼珠的25岁的小伙子 正服案用中文写一封长信 他有着一头浓黑发亮的头发 一双瑞敏的眼睛 身材奇长 门牙突出 他是毛泽东的密友 此刻正在给毛泽东写信 此信竟长达八千余字 他的这封长信 后来被毛泽东编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里 这才得以传释 这封信非同一般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 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他 蔡和森 一个不苟言笑而又意志坚强的人 是湖南湘湘县人 出生于上海 蔡和森又名蔡林斌 常史人物以为姓蔡明林斌 其实他父姓蔡林而名斌 倘若追根溯源 他原本姓林 他的九世祖姓林 因过继给姓蔡的旧父为子 改为父姓蔡林 后来他以蔡和森闻名于世 人们也就以为他姓蔡了 蔡家世代经营永丰辣将 颇有名气 只是到了蔡和森的父亲蔡荣丰手里 家到日衰 永丰辣将一主 蔡和森有二兄 二姐 一妹 妹妹比她矮了一截 可是性格跟她一样倔强 她的妹妹亦是中国共产党名人 叫蔡畅 中国女结野 后来她成为李富春夫人 曾担任全国妇联主席 多子女 家中入不敷出 蔡和森的童年是辛苦的 她过着学徒生活 直到16岁 才得以进入小学 她发奋求学 连连跳级 18岁那年 她跳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成为毛泽东的挚友 杨昌己是毛 蔡二军为她最为得意的门生 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 蔡和森是最积极的支持者 正因为这样 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是在蔡和森家里举行的 1918年6月 蔡和森赴京 住在杨昌己家 商议复法勤工俭学事宜 她从北京给毛泽东去信 于是 毛泽东绿罗张龙 李维汉等人从长沙赴京 1919年12月 蔡和森终于从上海坐船奔赴法国 同行的有她的母亲葛兰英 妹妹蔡畅以及蔡畅的同事向景瑜 蔡畅在长沙州南女校任教时 向景瑜也在那里执教 在船上 蔡和森与向景瑜朝夕相处 产生了爱慕之情 到了法国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透露 我与景瑜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 另印有小册子 过日奉计蔡和森至毛泽东 开手一年部活动 专把法文弄清 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公团以及国际共产党 仅先弄个明白蔡和森至毛泽东 蔡和森猛看猛异法文马克思主义著作 豁然开朗 在1920年8月13日 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极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现将此信摘录示下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 共产党 因为她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 宣传者 先锋队 作战部 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 需先组织她 然后公团 合作社 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 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种预言 我自信有九分对 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穆斯戈万国共产党 银者柱 及莫斯科共产国际 是去年三月成立的 今年7月15开第二次大会 道会代表三十多国 中国 高丽 银者柱 及朝鲜 亦各道代表二人 土耳其 印度各有代表五人 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 英国于本月初一亿成立一大共产党 法社会党你改名共产党 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 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 就是穆斯戈万国共产党 我义中国于二年内需成立一主义明确 方法的 得 当和俄一致的党 这是关系不小 忘你注意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虚秘秘 乌合之众不行 离开工业界不行 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 除非他变 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的见解比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进步青年大大超前 就在他写此信之际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诞生 他在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 又一次明确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 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 组织的步骤 一 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 二 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 结社 出版 自由的运动 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 三 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 分布各职业机关 工厂 农场 议会等处 四 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 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我以 为 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赚了一个大方向 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蔡和森的这封长信 由肖瑜带回中国 毛泽东直至1920年底才收到 1921年1月21日 毛泽东富含蔡和森道 你这一封信件地即当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党一层陈仲府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 你处量可得到 颇不愧为旗帜先明四字 宣言及陈仲府所为 不随便 同局 相互